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啦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东西 要讲什么叻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相信大家都应该都会感兴趣啊 因为就是关于到爱情的东西 对 关于到感情的东西 对 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爱情 爱情这东西是少不了的嘛 对不对 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他们就还没有遇见爱情 或者是他们选择单身 这也是他们的决定啊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肯定会经历到爱情嘛 必经之路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这样子啊 对 因为通常感情的事情 大家都会比较想要听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两个podcast就可以完全 说完 对 完全可以讲完的事情 相信有曾经involved在爱情 或者是正在爱情当中的人 我相信你们一定明白我讲的这句话就是爱情是非常的complicated的 是非常的复杂的 对 不是几句话或者几本书可以说明的 对对对 而且尤其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是 新手是什么 我这样讲会有点怪吗 就是如果你是尤其是初恋那一种的话 刚刚谈恋爱 对 你肯定会有更加的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对 很多疑虑啊 疑问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那样啊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跟你讲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 每一个人的爱情观一定都不一样 对 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爱情观 对 而且其实就是很多人对爱情的理解哦 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对错啊 我觉得没有对错 每一个人 我觉得爱情观是比较主观的东西 depends on你自己怎么想吧 对 而且就是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对错我就能讲啦 只是有一些东西可能 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 但是他可以接受 但是也不能够说那个就是错的东西 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 我们从 我觉得爱情观的东西 我觉得肯定不是我们父母教我们的 对啦 对 肯定不是我们父母教我们的 妈妈都会跟你讲 你小小哦 别要谈什么恋爱哦 书读好来些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够去好像 我们真的我们不能够真正有一个很 很正确的观念 很正确的观念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管道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情观 都是介于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东西上面 或者我们自己经历 如果我们讲 我们先不讲先不去讲经历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讲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可以接触的平台 比较多多是可能电视里面的爱情剧 对不对 偶像剧 对 偶像剧 所以我觉得 其实 其实如果你 如果你经历过爱情 你就会发现到其实 就是爱情根本就没有 偶像剧里面 偶像剧里面那么的甜 对 也没有那么的 梦幻 那么的梦幻 对 因为我觉得 爱情是一个很real的东西 嗯 它不应该是一个很 很梦幻 那个感觉 就是很不切实际的感觉 对 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很那种 那种幸福感啊 什么什么 呃 呃 有那个什么粉红泡泡 这样子的感觉 哦 对有爱情泡泡 粉红泡泡 绝对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当然 当然我们不能够讲说 不能够讲到这么死啊 什么没有幸福感 有 确实是有幸福感 但是 它不至于到那种很 很不真实那种幸福感 对 不是那种 呃 白马王子来 来接你的那种 绝对不是啦 对 啊对 然后 也 也不是那种 哇 你的男朋友是那种什么 你的另一半是那种 什么高富帅 百富美 这样子的 对对对 对对 所以 所以如果 我觉得 很多人对爱情的观念 呃 尤其是还没有 真正进入爱情的话 他们都会是那一种 呃 我觉得对他们的 另外一半的 呃 折偶条件会相对的 很高 嗯 看完也会有那种 对爱情的憧憬 对 而且这个憧憬哦 呃 往往是非常的高 就是他们会觉得 就很美好啦 对我 我对我 对我来讲是有一点 遥不可及啦 嗯嗯 对 因为其实他们在这个 就是 偶像剧啊 这些 你每次看那些drama里面啊 其实东西都是已经是 已经是写好剧本的东西了 对啊 当然编剧要写得比较好看一点嘛 对对他们肯定要写得越美好越好嘛 对不对 嗯 越梦幻越好 对 就是他们的剧本当然不会写到像真实的爱情这样子 明白吗 因为其实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排除说真实的爱情里面没有他们电视剧里面的那么浪漫 确实是有的 对 但是但是他们剧本肯定是已经写好了嘛 嗯哼 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从那个就是这些drama里面我们拿到的这些information啊 我觉得他嗯很多我觉得真的你讲说要把它做成一个reference也很我觉得也不是相当的对咯 对 对你你我觉得我觉得这些东西完全真的只是参考啊 可以看看就好 可以看看就好对 嗯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就爱情的这个观点我真的是需要呃需要自己去揣摩需要自己去经历嗯 你才可以在当中理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理解了 对才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我我跟你讲就是我我我们身边啊都有一些一些人啊 嗯 他们是属于什么就是看了几部爱情剧哦 然后在Facebook看了几个关于到爱情的post就觉得自己哇有几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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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几年那种谈恋爱的经验 情圣 对就觉得自己是哇那种情商很高情圣懂很多东西这样子的 你就觉得自己是爱情高手 就觉得自己是爱情高手哇觉得还还会给人家advise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种人come on 你你你根本就没有你你你你你凭什么 你懂吗 而且对这些东西就是根本就是纸上谈拼的东西嘛 你自己根本都没有经验你凭什么act到好像你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爱情的东西你应该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经验啊 你才可以以你的经验之谈的东西啊 你不要跟我第一次谈恋爱就讲就什么 我听过之前很扯的一个东西就是明明明明那个人是第一次谈恋爱 然后他去跟别人谈谈谈过几次恋爱的人讲什么哦你你还心啊你还不懂东西啊你还你还嫩啊这样子 我觉得你你你你你最多你ok你你你你你虽然说你比较大啦你你真的大人几岁这样子啊但是年龄这东西跟爱情的这种经验是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对啊你30多岁谈恋爱你还是第一次啊对吗对对 你所懂的东西你说你你30多年累积的经验也只是你自己对电视剧自己对一些drama的一些理解哇你没有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经验啊嗯 你凭什么去讲别人啊没有经验这样子是不是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哎呀一个很多性的一个现象啊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去给advice就是去鼓励啊对对对对对但是也不要不要讲说呃你自己经验不怎么样了是然后又要去讲人家这样子对这个是真的嗯就就明明其实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很很很好的经验这样子嗯好又要去好像 诶到自己好像真的很老练很老练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呃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啦就是呃我们还是要打一个呃叫什么啊预防针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就先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如果你是还没有谈恋爱的你就其实不需要对恋爱有太高的憧憬真的嗯嗯 因为I mean你不需要你真的你真的说一句话啦就是回到现实啊嗯不要火在那个什么童话故事里面对这个这东西是你不要expect到哇你每天起来你的男朋友会煮什么东西给你一开心就也不需要把自己的男朋友想要多梦幻 他会有他的美好但是就是不不需要好像太就太多的那种太高的要求对于这些东西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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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也你的你不要在你女朋友男朋友你的另一半也需要时间去理解你的想法对对对对他不像童话歌他不像他不像那个电视剧里面剧本是写好了嗯 男主知道女主要做什么女主知道男主要做什么这样子对他不是写好的所以他就是他就像一场直播呢就像我们现在两个讲话我也不知道你会讲什么你也不知道我会讲什么所以全靠是当时候的反应还有就是以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个经历 所以你来判断你当时候应该做什么举动绝对不是像什么电视剧里面讲到好像我好像完全理解你100%懂你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可能男生一不了解你的时候就这样说你根本不了解我这样子很烦这个对我觉得我觉得真的你真的没有人是完全理解你的对啊就你自己去了解自己嘛对 而且如果他要理解你你都已经二十多岁了你都不一定了解你自己你难道你好达一个跟你在一起两三个月跟你在一起几个星期的人马上可以了解你对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有点太过太过天方夜谈就是有点太过天马星空的感觉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对情侣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打好你的基础就是你要知道对方肯定不了解你你肯定不了解对方而你不用去好像当对方不了解你的时候你就去panelize他讲他哦你这么这样你这么这样这样子哦对对对对 当然确实讲到这边就觉得爱情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人家每次讲哦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难相处是真的相处是就是我们去经营感情的那一段过程其实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而且而且爱情也绝对不是好像爱情不是2月14号放一张照片就已经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情晒一晒对它是它更应该是除了那一天以外你们在是你们在别人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你们是怎样子的相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是怎样子的 对对你们两个私底下的相处你们不是做给别人看你们多人爱嗯对对所以不是好像哇你们你真的要在呃2月14号送9999多玫瑰花哦你才是你才是真正的爱它才是真爱对我觉得这种其实应该是从你的生活细节里面体现出来了嗯嗯这样子哦嗯就比如说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呃你的另外一半 他他他平常的时候都不会理你嗯然后突然间情人节的时候送你花对那你是什么感觉对所以你只要情人节那一天就够了对那你日常生活中你就不需要他理你吗对啊就这种就大概这种概念对而且就是平常对你脾气很暴躁然后只有那一天对你好好这样子嗯你你想要的是这种生活吗而且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过下去的话 你想想一下你的一大半辈子都会这样子哎呃对对对你接下来的时间都会跟这个人一起是是天是苦是2月14号拿到花还是每还是每一天都有不一样都有很很耐心的对待这些东西都是你你要你自己也要去经历的哎你自己也要去承担的一些后果哎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爱情说说起来是实体是挺复杂的啦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爱情已经够复杂了对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更复杂化yes对这样子把它更复杂化像我讲到就是哇你还expect到好像好像你的男朋友是什么什么超能力这样子啊白马王子白马王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根本就是把一个已经算是挺算是复杂的这个爱情爱情的这个management你反而把它弄到更复杂化嗯对对 就是呃就是呃我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肯定你有看到你应该有看到很多的情侣嘛是不是你看到其他的情侣嗯跟我们的呃我们的差别这样子啊不是很差别就是每一个情侣他们自己的相处的方式嗯不一样的相处方式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情侣的方式相处方式他们可能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我可能是不能接受啊 哦对就是可能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如果是我们两个的话我们不会用这样子去相处对对对对这样想到这里就呃不懂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一下你觉得你就有什么你看过什么例子就是你觉得你觉得啊这个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情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toxic的一种方式 去 encontruktur交和你接受不根本身的地方分极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你觉得自己是接受不到的 嗯嗯你可以想到有什么 哦我觉得应该而是呃有做错可是不想要认错嗯嗯然后却要对方道歉 哦OK嗯对对对 嗯嗯觉得或者我觉得我的我的就是我觉得toxic里面啦 !嗯就 可能会给我一个就是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 可能那一个例子就是讲说 我是女神 你反正就是要哄我嘛 可是我做错 我不想认错 我就是要你哄我 你明白这样子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 我们就应该要认错的 我们做错我们一定要认错 如果你一直一直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另外一半的压力 会越来越大 就是他会觉得说 他会觉得很委屈嘛 因为怎么就是我没有做错 可是我却要去抱歉去哄你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种方式 是非常不健康的相处方式 对两个人都不好啊 女生爽了过后 然后下一次他又要回这样子的待遇 然后过后如果你以后不跟他抱歉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怎么你变了 你以前会哄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相处方式 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子 对然后你带 其实你带给的 带给对方更多的是伤害 对对对 我觉得 对很多时候人家就是讲 感情应该是感性的东西啊 但我觉得 我觉得感情更应该的是 是在对的时候理性 在对的时候感性 像讲到刚才那个就是认错这个东西嘛 我觉得认错这个东西 它牵扯着一定的理性 对 它也牵扯着一定的感性 一定会有感性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家把爱情谈得太感性了 太情绪化了 太情绪化了 因为我觉得爱情的美好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可以很感性的东西 但是你感性的点 请你用在对的地方 你不要感性到你无理取闹 你不要感性到你闹脾气 你不要感性到你觉得你自己就是那个对的罢了 就不要感性到已经忽略对方的感受了 对对对 而且爱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相后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人在单方面的付出 对 你看如果像刚才的Case 如果你一直只是expect男生跟你道歉的话 你一直只是expect男生跟你这样子的话 明明明明明明明就是你的错的话 你还不要承认的话 那么意思是这样说 你有一次这样子的经验了过后 以后你都是你都是不会错的哦 对就以后都是你对哦 对就以后都是你对哦 对就以后都是你对 不管你的男孩子做什么 回去叫他跪上盘这样子 回去叫他道歉这样子 对 就是我觉得有了这种 有了这个像是一次经历了过后 他就好像有了一个权力这样子的 就变成好像 以后真的 不管男生做对就错 他都是错的 对 这样子的话 变成好像 哇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 还不健康了 真的很不健康 你以后 你以后不管做什么错 你就要 这样子就可以 就可以过去了 这样子就可以 你就完全是对了 嗯会 我感觉会 就是越来越任性 对 我老是讲一句啊 男生 男生啊 如果 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 你 就是如果这种不健康的情况继续发展上去 万一有一个 另外的女生 来approach的话 来 介入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 我跟你讲 你欠 你就不要去怪 你就欠 你就不需要去怪男生 出亏什么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 这个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因为那个感情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 对 你不需要去怪 你不需要去怪小三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去怪 为什么他跟别人走 不需要 你要先想想你自己 在这个感情里面 你到底 你到底对那个男生做了多大的伤害 对你不能够 就是 不能够仗着一个人爱你 然后 为所欲为 真的这个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健康的问题 我们应该是要很感恩 很珍惜对方给我们的爱 而不是说 仗着这份爱我们去做伤害他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也不需要 就是也不需要好像 讲说好像 女生就一定对男生就一定错 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非常的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的 所以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 他们很常想说 是女孩 女生 就是你的 你的另一半 男生的话 你的另一半就应该把他当成 公主 这样子来疼 哦 明白吗 就是 我觉得啦 我觉得很多 为什么很多人的感情观被这样子崩坏 就是因为那些抖音在教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对对 真的 你 我真的 要奉劝 在听着这个podcast的每一位 你们听到这里 你们不要去被那些抖音 那些 那些中国 那些很 很 很崎岖的那些 那些什么 很夸张 很很夸张的那些想法 那什么 有一个人开着video他们讲 大家爱情啊 就是什么 那些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歪到不能再歪的爱情观 你们千万不要去被他们 影响 真的 嗯 我真的觉得他们那家 爱情观真的是太过崩坏了 就那些语录啊 对 这什么语录什么 如果 如果你的男生什么什么 你明明就是不爱你哦 Come on 这些东西 你干嘛去相信这些东西 嗯 而我觉得 我讲回去这个东西啊 就是关于到这个 把公主 当着公主腾的东西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男生应该 应该把 应该把他的另一半 当成女儿腾 对 对 我觉得应该把他当成女儿腾 因为 因为父亲跟女儿 他并不是像 对公主这样子 因为公 你知道 你们要知道公主的定义哦 公主的定义是他不会错哦 就不会有人 会违反他 对 不会有人会违反他 嗯 大家都很顺从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你已经 你会宠坏他了哦 嗯 对 对 你应该疼他 你不是去宠坏他 嗯 你肯定会对他好 但是他做错的时候 你要 也是一个 呃 严肤的感觉 你要跟他理性的去沟通 这样子 对 就要适当的去 呃 跟他 讲说 错在哪里啊 对啊 啊 不是好像 哇 他生气了 你就 你一定要来安慰我 这样子 我等你安慰我 才会变好 嗯 这样子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东西啊 就真的是 非常的不 非常的不健康 这样子啊 我对我来讲啦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 爱情这东西 真的是 他 他一定 他有一定的 复杂度在那边 但是就是 我觉得我们 我们就不要 把它变得那么复杂啦 是不是 嗯 就不要把它变得那么复杂 我觉得 就像 现在我跟 我跟 我跟Amanda的相处方式 我觉得是 呃 我们就是 我们 我们 我们就 我们就绝对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是绝对会 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做下来 啊 讨论 讨论 所以 对 所以当别人 当别人 好像 好像说 我们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呃 可能 不小心 我做错了什么东西 然后别人就会讲说 啊 我回去要 要这样子 要哄 Amanda 呃 要这样子 要归算盘 要归算盘 绝对 我们 其实当时我们听到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言论 对我们来讲 是有点可笑啦 对啊 为什么会 就是 因为我们的相处方式就不是这样的嘛 所以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 怎么回去要被打 这样子 当然 但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我们就算我们今天回来了 我们难过都好 不开心都好 我们绝对还会理性的好好坐下来 我们 我们好好的去沟通这样子 我们绝对不会有什么 我们怎么挂贵算盘 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算盘 对 啊对 键盘的话我们 我也是买好的键盘 键盘们来读书的 大家 对 要贵的话我也会买比较好的 贵 就是I mean 我们绝对不会有像你们 就是I mean 其他人想的这么toxic的东西 因为爱情里面其实男女平等嘛 对 就不应该说错就贵啊什么这样子 就不要 就是爱情里面本来就没有一方 要爱的那么卑微的 对对对 我们都是平等的爱 嗯 所以不要有那种贬低另外一方的那种 对对对 你就算你是男生咯好 你也不需要去 就是 就是你是男生 你有你的面子 但是女生也有女生的面子 嗯 男生有男生的 女生有女生的矫情 男生也有他自己的矫情 所以你不要去deny一个人 你是男的 你就 你就不要那么矫情啊 你是女的 你就 你就要给男生看 做 有留面子啊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女生有他自己一定要的面子 男生有自己一定要的面子 我觉得互相尊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啊 我们要互相尊重 而且在爱情里面我们也是平等的 对你也不需要就是去好像在别人面前 啊好像讲到你一半是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啦 对啊 啊讲到好像他很听我的话 我我我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什么叫很听你的话 对对对对 就是根本没有没有必要啦 对啊 对所以我就想说 啊我们 我跟 就是我跟Amanda的我们的相处方式就是 都是比较 正 比较理性 我不能够讲比较正确 因为每个人相处方式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 但是我们的绝对是 就是理性的我们绝对我们绝对不是像什么 就不像有一部分的人这样子 就是很多sick这样子 嗯 绝对不会 啊 所以 好像 好像好像有人讲啊 什么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我之前也是听过这样子的例子啊 就是 我们 我们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虽然在一起 但是 我们两个也是个别的人啦 你不要好像觉得 OK 你跟我做朋友啦 你就一定要跟他做朋友 你跟他做朋友就一定要 就好像有的人讲说 OK 我如果 你今天 你要 你要揪我出去 你要揪我出去 你就一定要揪我Amanda 没有这种事情啊 我有自己的朋友圈 你有你自己的朋友圈 我们没有必要勉强 好像 好像什么家长会那样子 你一定要带我去见你的朋友 见稿搞 他们每个人见面 然后每个人介绍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警察 没有啊 就是 你根本就不需要做到这样子 我有我自己的朋友 你要认识 OK 我带你去认识 对 你不要认识 没有 绝对没有 没有关系 必要一定逼你去认识 他们这样子的 嗯哼 对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不是好像 不是好像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就把我们两个绑定在 一定要一样样子 对 好像一定要每个gathering都带着你 对对对对 就把你挂在身边 对 而且就是 你要知道就是 比如说 你今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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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东西 我赞成 不代表 Amanda一定赞成啊 嗯 我 我赞成可能 她也反对啊 你不需要好像 好像 好像 OK 今天有什么事情的话 呃 Amanda赞成 哎呀 谁一定也赞成的呢 她一定 一定 一定是support 她自己的女朋友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也不是这么dose的 我们绝对是 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 对啊 我们本来就不是 我们本来就不是好像 一定要 我们是 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们却是 在 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 我们找 我们是寻找共同点 我们绝对 感情绝对不是去寻找 你们彼此的不同点啊 就去磨合吧 对 就去磨合 你有你自己的长处 你有自己的短处 你有自己的 擅长的地方 你有自己不会的地方 嗯 你有你自己坚持的一些东西 我有我自己坚持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应该站在 平衡点上面去 相处 去相处 对 我们 就讲回去 我刚才讲的那个重点 就是 我们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去找 彼此的相似点 彼此共同的点 而不是去找 彼此 不同的地方 彼此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一直去想 哎 你跟我这个不一样 我们这个不一样 绝对不是 嗯 根本没有必要 你们两个在一起 你们应该是去寻找 你们两个 普通的东西吗 是不是 不是去一直去讲 啊 你这个东西 跟我不一样 不一样 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 慢慢的一直分裂 这样子 对 不是想说 呃 我不喜欢你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你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 这样子 因为你 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 不是很像 强迫他 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可以尝试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然后尝试去接受嘛 因为我们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嘛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 可能他已经很久的习惯 就是不是说不好的习惯啦 就是可能他一个生活习惯 这样子 嗯 对 你也不能够因为 因为你跟他在一起 你就逮损 你就要他改 这样子的 对对对 你要尝试去理解 为什么他会这样 可能他真的从小到大 他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 why not 就是你接受 然后 因为他没有什么坏处嘛 当然是以这个为前提啦 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到啊 太大的影响 然后就去接受 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 大家一起共存 然后一起 一起相处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要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对我觉得就是 像我们讲的 就是要去找那个共同点 去找那个平衡点 这样子 当然每个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理解一个东西 就是两个人没有任何学习关系 本来就不可能 不是本来就不可能 本来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本来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啊 你的背景 你的出生的环境 你的教育 你所经历的事情 绝对绝对会让你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人 但是你们 在一起就是应该去找你们两个一样的地方 嗯 而不是去找你们两个好像 很差别很大的地方 嗯 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小小的一个聊天啊 我们就要讲到关于到爱情一点小小的东西 嗯哼 对所以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觉得我们以后 还会继续啦 就是再讲到一些关于到爱情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今天呢 就录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你们如果还想听什么关于感情的话题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们知道一下 这样子我们可以 可以就是继续做这一方面的话题 这样子 对对 好啦 谢谢大家听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